原标题2017年9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主持立行记者会 问我们注意到王毅外长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世界环境公约主题峰会 大家知道中国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力度越来越大 中方在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方面是否也会更加主动进取 答正如你所说中国政府并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积极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已经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了国家发展战略 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进程 王毅外长在出席世界环境公约主题峰会发言时表示 中方支持国际社会加强对话合作 共同应对包括环境保护在内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中方愿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进程 坚定支持和落实巴黎协定 推动形成公平和理合作 共赢的国际环境治理多边体系 我们认为为有效推进国际环境治理合作 因统筹考虑各方利益 坚持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讨论环境问题 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坚持环境资源国家主权原则 坚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充分 参与中方将继续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 深入开展环境保护领域国际交流合作 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新的贡献 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昨天在联合国维和行动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上 对联合国维和行动提出改革目标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中方近年来更加积极主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主要着言点是 打9月20日王毅外长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了联合国维和行动安理会高级别会议 阐述了中方有关立场有关详细消息已经发布 我想强调的是联合国维和行动是联合国维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手段 我们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与时俱进 在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基础上 在会员国广泛共识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必要的改革不断发展和创新 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以称为维和行动主要出兵国和出资国 为有关国家和地区恢复和平稳定 为保护当地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联合国维和领域中方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我们的贡献 承担我们应有的国际责任 我可以再强调一下 两年前习近平主席出席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期间 曾经就中国政府支持改进和加强联合国维和行动 提出了一系列重大倡议 包括建设一支8000人规模的联合国维和带命部队 和常备承建制维和警队 向非盟提供1亿美元无偿军师援助 以支持非洲常备军和维基应对快速反应部队建设 向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部署直升机分队等等 中国政府将继续积极支持并扩大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继续为建设联合国宪章精神 为维护包括非洲在内的国际和平与安全 做出我们的贡献 问 第一 美国总统特朗普登促联合国安理会 快速采取强硬行动 结束对罗欣加穆斯林的暴力行为 中方是否认同 第二 西班牙警方突袭了加泰罗尼亚政府办公室 阻止被禁止的独立公投 并拘捕了一些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官员 中方如何看待西班牙政府阻止独立公投的行为 答 关于第一个问题 中方反对近来发生在缅甸若开邦的暴力袭击事件 我们也理解并支持缅甸政府为维护国家稳定所做的努力 中方期待战火尽早平息 无辜人员不再受到伤害 在这里我还是想强调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为缓解局势 促进对话发挥建设性作用 关于第二个问题 加泰罗尼亚问题本质上是西班牙内部事务 我们相信西班牙中央政府能够妥善处理好有关问题 保持国家团结统一和繁荣 问第一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昨日在联合国称 现在应对朝鲜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并且表示一直支持美方立场 认为所有选项都摆在桌面上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第二中方对昨天召开的六国与伊朗外长会议成果有何评价 中方对重新谈判并修改一和问题全面协议持核立场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 该协议也应该组持伊朗发展导弹试验项目 同时应去除允许伊朗在2025年后恢复一些油浓缩项目的日落条款 中方是否认同 答 关于第一个问题 实际上就朝核问题而言 最近我们一再表明了立场 也对有关方面 最近在第72届联大期间就朝核问题所作表态表明了立场 我还是想说中方仍然坚持致力于半岛无核化目标维护国际和不扩散体系 仍然坚持认为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是必须的 也坚持认为只有通过对话 谈判以和平方式解决半岛和问题才是唯一可行的图景 你刚才提到了日本领导人有关表态 我注意到国际上有一些报道 就中方而言 我们能看到的现实发生过的友谊经验 无论是9.19共同声明和9.19共同声明之后朝鲜 事实上采取的包括销毁一些和相关设施在内的实际步骤 还是伊朗核问题达成的全面协议 都是实时代在通过对话解决和扩散问题取得的成就 至于有关方面认为仅仅依靠制裁就能在朝核问题上取得进展 现实中我们没有看到过任何成功的经验 关于第二个问题 昨天王毅外长在六国与伊朗外长会议上已经表明了中方立场和我们对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态度 中方已经发布了消息 建议你仔细查阅 我们在这里已经多次说过 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是国际社会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国际热点问题的一个成功典范 也是多边主义的一个成功实践 中方支持各方认真履行协议 正如王毅外长在昨天的外长会上所说 可能任何一个协议都不是十全十美的 但只要各方仍然坚持一核问题全面协议所包含的原则和共识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更好履行协议 相信这才是可取的 相关报道 为何朝鲜最近老往日本方向射导弹 据新华国际投票微信公号9月17日文章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称 朝鲜15日早晨试射一枚中程弹道导弹 导弹飞过日本上空后坠入日本以东太平洋海域 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 对朝鲜再次发射导弹表示谴责和抗议 此次发射是朝鲜近期第二次开展飞越日本上空的发射活动 面对半岛局势的进一步紧张 各方应保持冷静 避免走入轮番升级的恶性循环 朝鲜再发弹道导弹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声明说美军于格林威治时间14日21时57分 北京时间15日午15时57分 探测到朝鲜进行导弹试射 声明说导弹飞过日本北部上空最终坠入日本以东的太平洋海域 美军认为朝鲜试射的导弹不对北美和关岛构成威胁 日本和韩国方面也确认了朝鲜发射导弹的消息 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 朝鲜发射的导弹坠入北海道经常假以东2000公里的太平洋海域 日本政府通过全国顺时警报系统向日本东北部12线发出了警报 韩国则通过韩联社宣布韩军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旋武-2弹道导弹 在纽约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埃在厄比亚14日晚间通知媒体 因每日的请求安理会将于15日下午召开紧急会议 讨论朝鲜最新导弹试射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5日表示 中方反对朝鲜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有关规定 利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活动 为何老是飞跃日本 分析人士认为联合国安理会几天前刚刚通过第2375号决议 决定对朝鲜实施新制裁 因此朝鲜此次发射意在展现其强硬态度 表明不会停止核岛开发 日本在朝鲜看来是敌对国家 而在日本列岛中北海道人口密度低 如导弹发生技术故障中途坠落 造成人员伤亡的几率也较低 有利于减进外部压力 另外朝鲜发射意在示威 而日本政府为制造修宪舆论向来大肆炒作 朝鲜威胁 因此导弹飞越日本能制造更强的示威效果 另据报道 朝鲜此次发射的导弹飞行距离已达到3700公里左右 由于美国被朝鲜视为主要敌人 朝鲜发射导弹也是为了让美国不敢轻易动武 确保自身安全 观点 需要冷静与理性 朝核问题的解决需要冷静与理性 各方都发挥建设性作用 朝鲜连续发射导弹飞越日本上空 这显然会造成半岛局势的进一步紧张 日方若反应过度 也有可能导致局势激化 双方走入轮番升级的恶性循环 当前形势下朝日都需保持冷静 避免采取造成局势进一步恶化的行动 各方应坚持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和平解决半岛和问题 这符合有关各方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也是国际社会的高度共识 中方提出双暂停倡议 目的是为摆脱当前半岛局势困境找到突破口 而双轨并行思路则是着眼于综合失策 通过对话协商平衡解决各方合理安全关切 从而找到长久解决之道 各方应对此给予积极考虑并做出建设性回应 延伸阅读朝鲜和日本关系 日本与朝鲜至今未实现邦交正常化 除半岛核问题 日朝关系还面临挡架问题 双方几次高层接触主要围绕这一问题 2014年5月日朝在瑞典举行政府间会谈 达成斯德哥尔摩协议 朝方承诺重新调查挡架问题 并设立特别调查委员会 日方则撤销部分对朝制裁 当时这一度被视为解决日朝多年悬案 缓和日朝关系的重要突破 然而调查并未取得令日方满意的进展 2016年2月朝鲜发射卫星后 日本宣布多项对朝制裁措施 随后朝鲜谴责日本破坏斯德哥尔摩协议 宣布解散党架问题 特别调查委员会 双方关系再度陷入僵局 此后 日本对朝进入强化制裁模式 而朝鲜对日本的敌意也日益明显 今年8月29日 朝鲜试射一枚导弹 导弹经过北海道上空约两分钟 日本政府说 这是自2009年以来 朝鲜导弹首次飞越日本列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